根據TPPS的最新民調 市長的滿意度這次是六都的最後 那自己怎麼看 是不是這個防疫都沒有加到分 有啊 你比上一次 比幾個月前增加很多 所以是這樣啦 我們繼續努力就好 有進步 繼續努力 另外是針對這個民調中顯示說 如果你選2024的話 有超過五成的台北市民都不支持 那這樣是不是一個隱憂 何必2021去預測2024 還早咧 根據TPPS的民調就是一樣都是 疫情重災區 但是在 新北市他的那個侯友宜市長的支持度 其實是明顯 就是位在前幾名 那您怎麼看 就是你為疫情好像盡心盡力 但是結果卻不太一樣 你會不會很傷心 不會啊 這個勝而不由 為而不適 公而不拘 你有沒有聽過 產生一個東西不一定要站為己有 做了一個東西不一定要依靠他嘛 做成功的也沒有一定要去鞠躬嘛 不過我個人的評語 我覺得何友宜在疫情還是一流 還是不錯 因為我是醫學專業嘛 所以他控制我非常清楚 他不是醫學專業 也可以控制的這麼差不多一樣好 了不起 所以您覺得他有做的比您好嗎 這我不敢說做比我好 但是也沒有比我差